第1476章 选择和代价 人类不需要创造天国 当怀师跨入会议师大门的时候 所听见的 就是如此大言不惭的话语 心安理得地跳入地狱 得意洋洋地炫耀着终结 又搔手弄姿地展现着丑陋的面貌 在那一瞬间 沉默的调律师心中所迸发的 是仿佛足以延绵至地狱尽头的怒火 连日以来淤积在心中的不快 不得不亲手杀死所罗门的悲凉 近乎如同火山一样 即将爆发的破坏欲 还有被否定的理想 当一切重叠在一处的瞬间 所引发的 就是再无任何顾忌的爆发 不假思索的 急易 交响 捶爆了它的狗头 而当破碎的魂灵再度重聚 回头 看向身后的瞬间 便又一次愣在了原地 此刻 在吹敌人的身后 一层层银色的耀眼光焰笼罩之中 燃烧的灵魂 释放着宛如裂变一般的恐怖光焰 当拳头握紧的瞬间 怒火便如同熔岩那样 肆虐奔流 毫不留情地 扯起了它的脖子 又一次打爆了它的狗头 看Mia看 怀尸问 没见过你爹 当整个再生计划 因为突如其来的变化而产生 从未曾有过的混乱 宛如连锁一般的 Bug将白银之海和现实的距离 无限拉近 绝地的洪流 就将整个市政厅都淹没在其中 超高密度的原质将现实扭曲 也令物质被意志所更替 正因如此 才能令吹敌人 如此轻易地完成再造 可同样 当内心的险象 覆盖了屈翘的实质之后 怀尸身上 这一份猙獰的本质 就变得如此地 让人毛骨悚然 仿佛 只是靠近 就会被焚烧成灰一样 简直分不清 哪个才是真正的怪物 一旦动手的时候 就毫不犹豫 哪怕前面的是 毁灭要素一样 抡起拳头 往死里垂 甚至未曾被它的 诡异外表迷惑 哪怕一个瞬间 要说为什么的话 在怀尸眼里 能看到的 就只有一个人形的空洞 仿佛玻璃上 凿出的裂缝一样 根本不存在什么倒影 甚至就连面孔都没有 而对于吹敌人而言 怀尸的灵魂 完全就是绝缘体一样的存在 双方根本没有出现 任何映射 以至于 失去了这一灵魂之间的联系之后 刚刚才诞生的吹敌人 甚至没有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这个从背后 袭击自己的家伙是谁 善的 饿的 刻薄的 宽宏的 开朗的 阴沉的 怀尸所有的灵魂剖面和裂片 早在照进昼夜之境的时候 就已经彻底驯服于自我的主轴 完美融合在了一处 根本不存在什么 另一个不愿意承认的自我 这根本就是经过了 变化之路的史诗级加工之后 所诞生的圆容怪胎 十万只苍蝇 都盯不出一个缝的钢弹 此刻 眼看有个家伙在自己跟前大放厥词 就算他自称吹敌人 怀尸第一个反应 也是先锤死了再说 锤不死就往死里锤 巴巴了大半天 不是个只会暗中拱火的傻逼玩意儿 海乐 你乐你满呢 哄 再次一拳 将吹敌人大半截身体打成渣 怀尸依旧不解气 又是一拳 然后再一拳 就算是再怎么不可一世的毁灭要素 此刻他依旧 只是以诸多灵魂碎片和恶念 所拼凑成的心生魂灵 根本无法同以魂铸钢的升华者相较 更何况 即便是吹敌人的本体 在深渊之中 也从不以武力和战绩出名 如今忽然被理想国的神经病堵在小巷子里 除了暴头蹲防之外 根本无从还手 可即便是如此 却依旧仿佛是杀不死的影子一样 不断地凝聚和重生 即便是被怀尸一次次毁灭 依旧无法跟出 直到怀尸的动作戛然而止 扯着他的脖子 再未曾向他挥拳 仿佛等待 而那一张迅速凝聚的模糊面孔 才浮现出了诡异的笑容 啊 怀尸 我就知道 理想国打招呼的方式 还是这么夸张啊 他说 看来我们能谈谈了 不 我只是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怀尸诚恳地问道 方便解答一下吗 哈哈 哈哈哈哈 问题 我喜欢问题 吹敌人戏谑大笑 当然可以 怀尸 当然 陷阱也好 深渊也罢 理想国毁灭的原因 亦或者是你们会长的去向 不论是什么 我都可以回答你 不不不 没那么复杂 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 怀尸看着那一张抽象的面孔 认真地问道 我只是想知道 刚刚你是用哪只手摸了他的脸 那一瞬间 吹敌人的笑容 在面孔上凝固了一瞬 再然后 原汁爆发的艳光 就从怀尸的五指之间涌现 降临在他的左臂之上 将重组的原汁 瞬间焚烧殆尽 是这只 怀尸问 还是这只 哄 右臂也随着大半个肩膀 在金属的爆燃之中 消失无踪 当怀尸的手掌再度抬起 便有锋锐的铁光 交织为长枪 猛然贯穿了他的胸枪 将他挑起 钉在了拔地而起的十字架上 再紧接着 烈焰拔地而起 吞没了一切 焚烧 汹涌的原汁烈焰 迅速攀升温度 如同炼金熔炉那样 一遍遍地破坏着 那诡异的结构和组成 侵蚀 渗透 一点点地将金属化的原汁 融入他的灵魂之中 既然杀不死的话 那就彻底烧成面目全非的样子吧 惨烈的呐喊和惊恐的尖叫 只有遗憾的笑声 仿佛自嘲一般 吹敌人无奈一探 放弃了沟通的想法 对李响国的家伙 竟然还抱有能够语言交流的侥幸 实属不该 如此教训 应该牢记 不能再给另外一个自己看更多的笑话了 况且 差不多也应该死了 就在那一刻 破裂的声音 从火焰中响起 那一道无法杀死的灵魂之上 竟然出现了致命的裂痕 而怀师 不假思索的拔剑 澎湃的嘲声之中 汇聚全力的艳光奔流于剑刃之上 仿佛手握着即将爆裂的星辰 沙安 可再然后 那剑刃又戛然而止 在另一个从灵魂中浮现的警告中 悬停在那一张诡异笑容的前方 停下 是爱情 不惜撕裂自我的灵魂 以愤怒之府为原质 链接为桥梁 向怀师所发出的命令 此时此刻 在这一瞬间 爱情终于窥见了迷雾尽头的轮廓 那个阴谋所通向的终点 怀师不可以杀死他 这才是他的目的 不要违背规则呀 爱情 我们可都是被选中的忌品 短暂的死忌之中 火行架上 吹敌人意味深长地看向了爱情 笑声尖锐 你为何要阻止 我去履行自己的义务呢 为何要阻止我 况且 即便是你能够阻止我 那又如何 你无法阻止 那个即将到来的选择 就在这一刹那 焚烧之中 吹敌人竟然微笑着 伸出了手掌 干枯的手指 在那一瞬间 迅速变得晶莹剔透 仿若白玉所雕筑而成的艺术品 而就在那抬起的指尖之上 却翘无声息地 渗出了一点漆黑 粘稠如墨 汇聚了不知道多少恶念和分歧 所酝酿出的精髓 以背叛和杀戮所种出的恶果 那是根治在灵魂之中的原罪结晶 那便是吹敌人的鲜血 足以令一切灵魂 迎来凝固和破灭的癫狂之毒 然后 那一只手 当着怀尸的面 一点点地 伸向了爱情的灵魂 满怀着恶意 选择吧 怀尸 究竟遵从他的命令 还是 杀死眼前的敌人 选吧 是保护我 还是保护他 回应他的 呼啸而来的灭绝之剑 毫无任何的停滞和犹豫 在怀尸手中 那迟滞的剑人 再度迸发出 足以灭杀一切灵魂的烈光 展 那一瞬间 爱情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胜负已分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当最后一位参与者登陆完毕 再生计划所出现的漏洞 就将会被补完 而一旦他被杀死了的话 那么再生计划就将彻底结束 毫无疑问 爱情会作为最后的胜者 赢得胜利 可代价呢 代价又是什么 所有在计划中死去的灵魂 包括吹敌人在内 将会遵照规则 通过混沌运算的引导 流向白银之海 这才是他的目点 再生计划的成败 统侠局的未来 陷阱的变化 那跟吹敌人有什么关系 如此大费周章地 加入了这一场游戏 难道就是为了 这渺小到可怜的安慰奖吗 那未免 也太过于可怜了吧 明明 如此丰厚的报偿 早已经近在咫尺 就在那一刻 在吹敌人满心欢喜的大笑声中 灭亡和终结降临 将他彻底毁灭 曾几何时 阻拦在自己面前的天倩 彻底消失无踪 取而代之的 是通往全人类灵魂的道路 当浩荡的漩涡 从奔流的灰光中涌现 拉扯着吹敌人 缓缓上升 破碎的灵魂满怀着欣喜和赞叹 迎接着这即将到来的甜美果实 终于走进了其中 大功告成 于是 再忍不住恶意的笑声 最后嘲弄 怀师 你很快就会知道 你究竟做了什么 哈哈哈哈 就这样 向着那一片辉煌的海洋 迈出了一步 又戛然而止 连同笑声一起 当他错愕地低下头 看向自己的双腿时 便陷入了茫然 为什么 自己的脚上 会有一根锁链 而就在那一瞬间 在他肩头 忽然有一张微笑的面孔 从后面缓缓探出来 歪头 看着他 眨了眨好奇的大眼睛 是吗 怀师问道 那你为什么不亲自告诉我呢 第1477章 急速追杀 有那么一瞬间 从再生计划中诞生的吹敌人 体会到了 即便是另一个自己 也从未曾体会到的奇异感觉 那毛骨悚然的寒意 就仿佛自午夜中回眸时 看到近在咫尺的地方 有一张诡异的微笑面孔 双眸燃烧着阴冷的火焰 咧嘴如狼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怀师热情地微笑着 扯着彼此之间的羁绊 告诉他 You jump I jump 在这故事背后 令人暖心的话语中 却带着几乎让吹敌人 重度烫伤的温度 怀师你他妈 在无数绚烂的流光之间 那不知是上升 还是坠落的吉时中 怀师已经拽着锁链 迅速地接近 令吹敌人的速度 陡然一致 当白银之海的力量 牵引着他 向着那一片 瑰丽奥秘的核心处 飞升时 怀师的存在 就简直就像是 拴在他身上的万军铁铺 死死地拽着他 紧咬着不放 好像是半夜里 身后紧追的疯狗 防盗门上 日复一日增长的 牛皮旋广告 和敲开了门的 推销员一样 纠缠不休 要将他拉回去 可比起这个 吹敌人反而 更他妈想知道的 这个家伙是怎么进来的 这里可是白银之海 以全人类的灵魂 和潜意识 所打造成的 史诗集园之巨构 虚幻而飘渺之地 永远遥远的幻想之国 物质的存在 根本无法进入其中 只有纯粹的原质 和灵魂才 等等 你在想什么 那一瞬间 猙獰如恶鬼的 燃烧之灵大笑着 跨越了最后的距离 向着他的面孔 猛然捣出一锤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说出来让大家乐呵乐呵 哄 吹敌人 眼前一黑 终于在恍然中领悟 再忍不住勃然大怒 这帮理想过的疯子 完全已经一点理智 都没有了 圈禁之手 解放之眼 两人竟然已经默契 到了这种程度了吗 当吹敌人死亡 白银之海的引力出现 怀尸领悟到 即将发生什么的瞬间 便不假思索的 对自己使用了 圈禁之手的力量 将自己自灵魂到肉体 尽数转化 再然后 从智库中解脱的同时 爱卿已经明白了 怀尸的意图 毫不犹豫地 对他施加了自己的灵魂 解放之眼 一瞬间 以铸造之王的技艺 粗暴至极地 将自己铸造为钢铁之后 又以解放之眼 尽数化为奔流的 原制重组与灵魂之中 最后 以原制化的武装悲伤之所 将两人粗暴地捆绑在一起 跨越了白银之海 何在生计划的限制 就好像传说之中的故事一般 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 遗憾的是 买一赠一友的时候 未必是好事 而追上来的 也未必 全是温顺的走狗中拳 也有可能是一条 见血要命的狼 而更要命的是 此刻骤然砸在 吹敌人脸上的铁拳 恐怖的原制震荡扩散 紧随而来爆发的 却是宛若容颜奔流的怒火 沉重如山的苦痛 侵蚀一切的怨增和 亲近漆海之水 都无法洗去的悔恨 此时此刻 在白银之海的内部 这无穷尽原制所构成的 宏伟构架之中 一切力量都不过是虚无 物质在这里并不存在 物理上的破坏不回其效 原制在这里的密度 却已经攀升到了恐怖的高度 导致了一切灵魂上的冲击 都被放大到了极限 就好像 愤怒 苦痛 怨增和悔恨 都忽然之间变成了 利刃和铁锤 穿刺 劈凿 打击 碾压 爆发 令吹敌人的灵魂 迅速地闪烁 破裂 摇摇欲坠 这无法毁灭他 他已经凭借着刚刚的死亡 蜕变成为了 更加飘忽和坚固的异乡 此刻他的一切 都是白银之海中 关于吹敌人的记忆 和印象所形成 他在渐渐地穿过外围 靠拢核心 可令他愤怒的 是在这接连不断的攻击和纠缠中 那缠绕在身上的引力 竟然开始衰减 摇摇欲坠 就好像通向幸福中 点站的独木桥上 有个人挥起了大幅 奋力地砍伐 拉扯着他 跳向下面的深渊 那一片无数潜意识 和灵魂所构成的混乱世界 停下 怀尸 吹敌人怒吼 呵斥 你说啥 怀尸呐喊 风太大 我听不见 然后 奋力再一拳 哄 毫不留情的铁锤 砸向了他两腿之间 破碎的声音响起 久违的截灰狐脸 外家军体权 在街上一招狗子偷逃 仿佛回归初心 让怀尸畅快到灵魂的燃烧 都越发旺盛起来 你再次寻死路 怀尸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 在做什么 在那一瞬间 吹敌人终于下定了决心 不再维持那引力的存在 向着怀尸 伸出手 你以为缠着我就万事大吉 一切早已经结束了 你所能做的 只不过是垂死挣扎 这都是你自找的 陡然之间 两人上升的趋势 戛然而止 紧接着 那一片无数流光 所形成的绚烂色彩 骤然变化 扑面而来 在吹敌人的拉扯之下 他们坠入了混沌的泡影之中 仿佛落入深海一般 激起一片缤纷的涟漪 消失不见 而当怀尸眼前一花 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所看到的 便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歪曲的楼宇 延伸到了街道的尽头 身着彩翼的游行者们 在街道之上再歌再舞 数之不尽的人影 汇聚在两侧 夹道欢迎着一辆 缓缓驶来的花车 欢迎着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呐喊着她的名字 为她而痴狂 就仿佛是什么人的梦境一样 不对 这就是梦境 某个如同泡沫一般 在白银之海中起伏的幻梦 在那一瞬间 分辨着那些路人们 一张张重复的面孔 怀尸便已经恍然大悟 可当她低头时 却发现 手中的锁链已经断裂 吹敌人已经不知所踪 只留下了冰冷的嘲弄笑声 就在她愕然的时候 渐渐行进的花车 却已经逼近 在美好的梦境中 所有路人都疑惑地 看向了这个 不属于这里的外来者 神情 渐渐愤怒 厌恶 向着她围绕而来 伸手拉扯着她 怒吼呐喊 滚开 滚开 离开这里 怀尸只能狼狈地躲闪 提防着什么地方 可能会出现的匕首 感觉到了 仿佛整个世界的恶意 她正在被这个梦境所抵触 排斥 可忽然之间 一切排斥和敌意 又消散无踪 有炽热的视线 落在她的身上 来自花车之上 在花车上 梦中的女人看着她的样子 瞠目结舌 眼神渐渐柔和 怦然心动的粉红色 阴晕在空气之中 愤怒的路人们 便截然一变 环绕着她 开始在歌在舞 歌颂着爱情的降临和伟大 而怀尸 竟然已经不由自主地 被换上了一身华服 仿若王子一般 被梦中的引力拉扯着 啊 无碍 无碍 你终于来了 金发的女郎泪眼朦胧 死死地抱住她 不撒手 你是来接我的吗 你是来和我结婚的吗 远方已经出现了教堂 神圣的钟声响起 卧槽 进度这么快的吗 怀尸大惊失色 狼狈抵抗 却熬不过梦主的执着 那个啥 小姐 咱俩还不是很熟 要不培养一下感情先 先从拉小手 开始好不好 去她妈的感情 腻了 金发大姐姐 不假思索地按住了她 反正是做梦 先爽了再说 说吧 就将怀尸按倒在地 拉扯着她的衣服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还要去拯救世界啊 怀尸呐喊 听我说 现在世界陷入重大危机 对 那就是 老娘昨天分了 但是没关系 我找到了更好的 上了头的大姐姐 贪婪地凝视着眼前 从天而降的美男 忘记了渣男劈腿的苦痛 吸流口水 老娘的好日子 她终于来了 她兴奋地挥舞着小皮鞭 仰天大笑 草 怀尸眼前一黑 彻底绝望 世界还没来得及拯救 怎么就要先丧失宝贵的真操了呢 未免太过于离谱 白银之海是干什么的 赶快救一下啊 可白银之海 仿佛根本没听见她的呼唤 依旧沉默 反而有汽车喇叭的声音忽然响起 在某个黑心女人捧腹大笑的声音里 爹 一辆家常型黑色轿车 突兀地出现在了街道之上 宛若救星从天而降 从另一个梦境急迟而来的司机 疑惑地低头 看着不知道何时出现在手机屏幕上的派单 抬头问道 请问是怀尸先生吗 那一瞬间 怀尸感动落泪 以平身未曾有过的速度 连滚带爬 跳进了车里 在大姐姐心碎欲绝的呐喊中 司机油门踩死 加速 瞬间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可很快 又已去时同等的速度 倒车回来 怀尸从车上狼狈地跳下来 跑到呆滞落泪的女人身边 用力抱了一下她 别难过 哪怕不是我 你也一定找得到更好的 而且绝对不是在梦中 我保证 就这样 帮她擦去了眼泪 后退一步 从天而降的王子 转身跳进车里 依旧探出身来 挥手道别 加油 沿着感激和祝福的目光 叫车如出征的战马一般 绝尘而去 向着另一个梦里 向着那个穿梭在无数人梦境中 不断向上攀爬的黑影 其实 第1478章 速度与激情 此刻 深渊中 谎言殿堂里 目睹了投影之中的变化 天成已经目瞪口呆 如此轻而易举地 将所有人愚弄在掌心之中 踏上了去往白银之海的道路 那绝妙的变化 几乎令天成为之战力 即便是有怀师这样的绊脚石存在着 可是这却依旧不影响 她对吹敌人的信心 妙哉 妙哉 天成终于恍然大悟 连日以来的铺垫和动作 包括黄金黎明所造成的扰动 和所被陷阱倾剿的深渊崇拜者 都是为了这一刻吗 一步步地对陷阱施加影响 操纵胜负 甚至故意通过种种不起眼的意外和巧合 不断地激发陷阱内部的思潮变化 最终 通过朱介之战所带来的压力 令统侠局在这个阶骨眼上 不得不启动再生计划 一直到现在 利用再生计划的斗争 再造出另一个自己 都是为了这一步 恭贺您的成就 囚龙之主 天成虔诚拜扶 赞叹 今日过后 陷阱的灵魂都握在您的手中 哈哈 这是祝福吗 还是最近大家最喜欢的吉祥话呢 天成你真是时髦啊 在一层层星红的落网 和扭曲的秩序之中 吹敌人依旧不紧不慢地螺织着神结 拉扯着那无数仇恨 矛盾和死亡所形成的巨网 并没有因此而欣喜或是得意 反而出乎预料地平静起来 认真的思考 不要高兴太早 天成 陷阱这些年 可是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像我们这样的反派 如果高兴太早的话 可能会绊倒在某个出乎预料的地方 沦为笑柄也说不定 他细写地感慨道 说到底 另一个我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是由他来决定 成功还没有近在眼前 再怎么说 那是与整个陷阱为敌 这一次 说不定会中道崩俗呢 会输吗 天成恶然 谁不会呢 吹敌人欣赏着他愕然的样子 难道我不曾输过吗 况且 现在所发生的一切 早就完全超出我的预定计划了 在预定之中 不应该这么快有结果的 在原本这个时候 那个再生计划所塑造的自己 应该才刚刚从无数混乱的思绪 和矛盾之中萌芽才对 一切都被加速了 从再生计划开始的瞬间 命运的沙盒 就不容许任何人 再试图摆弄其中的棋子 不论是仙导会也好 吹敌人也罢 提前成形和诞生固然是一件好事 但同时 失去了无数斗争的孕育和灵魂作为养料 新生的自己 却比预料之中要更加的衰弱 所罗门的催化导致斗争加速 令那个吹敌人变成了早产 而疫情试图激化局势的举动 虽然令它补足了养分 但同样 过早地暴露了自身的存在 以至于完成度不足 说到底 还是陷入了思维的定势之中吗 虽然已经暗中做好了预备 提前针对有可能参与 再生计划的所有人都有过了解和准备 但却唯独没有算出所罗门和怀尸的存在 因此 就要面对预料之外的麻烦 亦或者 这也是所谓的命运的一环 吹敌人不由地大笑 不知是嘲弄命运 还是嘲弄自己 意外即便存在 也无法动摇既定的事实 天成开口说道 哪怕是明白 结果不会以自己的期望而变化 但此刻 一想到计划成功能够带来的一切 就不由得它略为有些失控 倘若能够掌控全人类的灵魂的话 嗯 吹敌人微微抬头 似是疑惑 天成愣了一下 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 掌控全人类的灵魂 吹敌人疑惑地问 仿佛从没想过一样 挠了挠下巴 无所谓地说道 虽然似乎很有搞头 但这么无聊的事情 列为备选计划 顺手做一做 就差不多了吧 天成 陷入呆滞 可是 可是 如果不为这个的话 他无法理解 那究竟又为何 吹敌人没有回答 只是凝视着屏幕上 纷乱的投影 似是沉思一般 许久 就好像自言自语一般 忽然问道 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呢 天成 就是 所发生的的一切 都仿佛似曾相识 好像之前已经发生过一次一样 就好像 早就见过一般 天成茫然 既是敢 陷阱有人这么说 他们觉得 这是人的知觉系统 和记忆系统的交叉 所产生的错觉 无需在意 只要当作巧合 可我不这么觉得 吹敌人的笑容不见了 面无表情地说 我只会觉得 我被什么东西愚弄了 即便你一次次地检查 思考和寻觅 但却毫无任何线索 感觉自己仿佛 疑神疑鬼一般 不至于如此 可是你却会本能地觉得 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至关重要的东西 那种怅然若失的遗憾和愤恨 是如此的真实 他回过了头 隔着薄雾 天成看不到他的面孔 可是 却第一次感觉 眼前的存在是如此的争宁 就像是愤怒的怪物一样 责任而逝 于是 你就会明白 有什么人违背了游戏规则 他冷声说 有什么东西 被人篡改了 我只是想要一个答案而已 吹敌人收回视线 看向了眼前的投影 还有白银之海的变化 寻觅着 等待着 那个被藏起来的答案 为此 哪怕将眼前的世界焚烧殆尽 也无所谓 不惜一切代价 陷进伦敦 市政厅内 当桎梏解脱 怀尸的身影 消失在漩涡之中的那一瞬 爱琴疲惫地撑起身体 依靠在墙壁上 剧烈喘息 亮腔向前 寻觅医疗包 感受到鲜血流逝 所带来的冰冷和昏沉 可死寂之中 却有清脆的声音响起 手枪套筒拉动 很抱歉 到现在还要勉强你 爱琴 在晕厥和昏死过去的人群中 马克西姆艰难地撑起身体 抬起枪口 请你再帮我最后一个忙 爱琴愣住了 看着她的神情 那样的癫狂和执着 还有恐惧和彷徨 这真的值得吗 马克西姆 她问道 谁知道 马克西姆的嘴角抽搐着 仿佛自嘲一笑 我们都是祭品 不是吗 区别在于 你是否愿意走上祭坛去呢 即便是这一切 有可能毫无意义 爱琴问 即便是如此 也胜过 一辈子活在耻辱里 那一瞬间 马克西姆扣动了扳机 向着自己 伦敦之下 隐藏在层层保密建筑的最深处的区域 环绕着先导会的岩石殿堂 而建立的繁复地下工程之内 警报声此起彼伏 被称为揭没者机构的部门 在忙碌而紧张地运转 可就在运算室里 正在手忙脚乱处理着数据的副衣 听见了门口传来的声音 来自观测部门的通知 蝴蝶 磐石和窗疤 三组 所有人到隧道系统集合 做好一箱转化的准备 五分钟后开始 直接进入白银之海 要直接进行人工干涉了吗 傅一愕然 状况已经这么恶化到这种程度了吗 白银之海 不能有出现危险的可能 负责通知的人回答道 请从速行动 傅一小姐 明白 她不假思索地转交了工作 起身 匆匆向着隧道系统走去 窗疤阻 这是傅一如今所在的小组名称 听上去就足够的丑陋 说出去也很没面子 搞得她一直对怀尸的 好奇打探有些头疼 只能假装这是机密 反正确实也是机密来着 实际上 所有被命名的小组 在兼末者机构中 都是精锐中的精锐 具备着直接对白银之海 进行操作的能力 和必要的时候 深入核心领域的权限 每个小组的命名 都来自于自身负责的领域 和他们在白银之海中的异乡 一切散乱的原制 都必然要在矩阵的约束之下 才能构成体系 而散乱的思绪 和来自全人类的集体潜意识 也会在白银之海的运转中 出现大量的重要区域和关键点 而根据情绪和意志的变化 浮现出各种异乡的代表 诸如蝴蝶组 所负责 维持的是人心的思辨 和突破束缚的冲动 磐石组 所代表的领域 是明刻在每个个体意识 最底层的本能 和对于秩序的认知 和关键的自我构成 而窗疤组 则是救火队 所要负责的是 集体性的精神创伤 和突发事件 所造成的魔鹰流毒 摘除恶疮 避免伤口扩散 在短时间内维持现状 等待后续的支援 忙到吐血 而作为近几年来 最年轻的成员之一 副一的担子 倒是还算比较轻松 如今还在见习的状态 才刚刚开始考察期 只要能平稳度过 早晚有一天 都会承担重要责任 毕竟她有着魔女之夜 所培育出的 罕见经验和天赋 乃至拒绝升华之后 所获得的 白银之海的亲和性 至于为什么 她是最年轻的成员之一 答案就在她眼前 进入隧道系统的 接入室内的时候 便看到沙发上 等待的小孩 正吃着冰淇淋 看到她便兴奋地挥手 卡曼妮 卡纳诺 副一的同期 11岁 被揭没者机关 直接特招 胜来具备着 极高的情绪感知能力 和近乎独心一般的 共情能力 被当地人认为是圣子 在统侠局 不过 受限于年龄 和性格的不稳定 如今还在旁听学习中 并没有任何操作权限 看上去 就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孩 只不过 那一份恐怖 才能美美偶有表露 却让副一 也忍不住自叹不如 这次 你也要接受一箱转化了吗 卡曼妮兴奋地问 作为和她一样 年轻的接默者 她总喜欢和副一 黏在一起 是啊 副一点头 真羡慕你 卡曼妮眨着眼睛 跃跃欲试 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闻到我 别闹 有风险的 年纪太小 性格不稳定 是会被溶解掉的 副一毫不客气地 捏了一把她的脸 一箱转化 从来都是风险十足的 应急措施 将接默者整个的灵魂 直接毫无保护地 投入到白银之海的核心中去 同大量的潜意识思潮结合 形成稳固的一箱结构之后 从内部对白银之海 进行干涉 稍有不慎 就会失去自我 再也变不回原本的样子 喜提存需院疗养套房 状况如何 副一川带着设备 抬头问道 简报来了吗 来了来了 我跟你念 卡曼尼拿着手机说 未知危险魔鹰 利用再生计划的漏洞 进入了白银之海的范畴 不过现在还在 外围的散意层 距离距线层和核心层 还有很远的距离 目前操作室 正在激活免疫系统 在这之前 需要你们争取时间 未知危险魔鹰 副一撇嘴 还真敢说 十有八九都是大家伙 你好像一点都不吃惊 卡曼尼好奇 是啊 副一无奈一探 只要你足够了解 一个叫做怀尸的家伙 就会知道这个狗东西 走到哪里 哪里铁定出问题 我心理建设都做了四天了 还能吃惊吗 咔嚓 一声清响 感受到冰冷的金属 紧贴在脖梗之上 如同液体一般 向上蔓延 掠过了发丝 紧贴着头皮 带来了坠入冰窟一般的颤力感 着装完成 只要上层全线激活 那么全人类的灵魂之海 便将扑面而来 可就在那短暂的等待之中 却未曾得到行动的准许 反而带来了新的通知 行动暂停 等候消息 来自操作室的揭墨者通知 猫组和硫磺组已经进入 其他全员等候通知 随时预备转向支援免疫系统 目标有可能变更 而就在所有人微微愕然的时候 副一旁边的卡曼尼 却越发的疑惑 看着他 你为什么一点都不吃惊 副一耸肩 因为只要你足够了解怀尸 就会知道 这个狗东西出现的时候 一般可以解决绝大部分问题 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卡曼尼歪头 满怀不减 你这么相信他吗 我要是相信他的话 就跟你一样 在旁边看热闹了 副一无奈地坐在椅子上 揽着小女孩 揉捏着他的脸颊 轻声感叹 可如果出什么意外的话 他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时候 总要有人来拉他一把 是吧 不是很明白 卡曼尼摇头 抗拒着他的揉搓 感受着他的变化 但你好像很开心 为什么 是啊 为什么呢 副一自言自语着 却没有回答 只是不知为何 想起曾经在星海 两人逃课的时候 互相给对方做伪证的那一段时光 不由的 灿烂一笑 嗯 就当做 团伙作案时期留下的习惯吧 简直莫名其妙 年幼的卡曼尼一头雾水 完全无法理解 只是 再一次从副一身上感受到了 那种经常在叔叔阿姨们 身上出现的酸臭气息 不知道为什么 手里的柠檬味冰淇淋 也酸了起来 不想吃了 而就在同时 白银之海的泡影梦境之中 某一片回忆中的城市里 忽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刚刚从另一个梦境中推门 而入的吹敌人 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这一片久违的安宁 便不由地回头 看向身后 然后 便看到了 街道的尽头 那轰鸣着撞破了墙壁 粗暴地突破了梦境的间隔的存在 以及 熟悉的气息 不知道穿过了多少梦境 经历了什么样的阻拦 遭遇了什么样的经历 一切已经截然不同 只看那庄严的轮廓 那雄伟的躯壳 那可怕的质量 还有那疯狂转动的巨大橡胶轮胎 乃至宛如怪兽一般 森冷无情的钢铁面貌 便知道 这究竟是怎样强而有力的恐怖怪物 令人毛骨悚然 而就在遍布污垢的挡风玻璃后 副驾驶上的槐尸 从车窗里探出头来 热情洋溢的挥手呐喊 吹子哥 你的转身名额披下来了 于是 随着兴奋到杖红的面孔司机 将油门踩死 怪兽咆哮 正义的泥头车 呼啸而来 碰 一撞之下 万象碎灭 吹敌人 堂堂转身 大概 第1479章 狂暴之路 春末的阳光和煦 渐渐灿烂 雨后的风中 吹来清新的空气 街道上的水泼 倒映着蓝天和白云 在百货商店敞开的门后 收音机里放着奔放的老摇滚 一切都仿佛是 几十年前的那个夏天一样 那些青春的岁月 铭刻在梦境之中 令午夜梦回过去的老人 怅然若失地徘徊 寻觅着曾经年轻的痕迹 徘徊在这一片梦中 直到终于在人群中 看到了他的侧脸 如此清晰 时隔如此漫长的时光 他依旧存留在自己的生命中 这个梦境的角落里 悄然地陪伴着自己 不曾离去 在回过神来的时候 梦中的老人便已经老泪纵横 不由地向着他走出一步 伸手呼唤着他的名字 在那一瞬间 他终于回眸 望着他露出了熟悉的笑容 握住了他的手 哄 仿佛爆裂的巨响 从内心和梦境之中轰然迸发 雷鸣巨响回荡 狂暴的泥头车 从他身旁的街道上急驰而过 恰如夜色之中生起的烟火那样 甩出缤纷灿烂的水花 恰如狂奔的野马那样 跨过了时光和现实的界限 如同他一般 毫无保留地 狠狠地张开双臂 拥抱着眼前的人 他满足地闭上了眼睛 而在巨响中 一个狼狈的身影 宛若李炮一般 在逝去之爱的迸发中 飞上了天空 怒吼着翻滚 飞向了远方 砸出了一片缤纷的碎光 这一创 便仿佛创出了整个夏天 耶 及时的卡车内 怀师和司机回眸 机长庆贺 兴奋地呐喊 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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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憾的是 目标并没有如同七院的那样 被送去异世界 开启崭新人生 在泥头车的冲撞之下 梦的间隔都仿佛被撕裂了 猝不及房间 吹敌人甚至没有来得及防备 就已经仿佛皮球一般地飞出 翻滚 砸进了阴暗闭塞的房屋之中 落在坍塌的乐高积木之上 在狭窄的房间中 梦中的孩童 躲避着那徘徊在黑暗中的邪恶怪物 躲在床下 正瑟瑟发抖 怀尸 吹敌人从牙缝里挤出声音 起身 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 挥手 将扑上来的梦中怪物 砸在了墙上 紧接着 便狂奔着推门而出 逃向了另一个梦里 就在他身后 裂袭外 嗜血泥头车的咆哮 在迅速地接近 喇叭声如巨龙咆哮 靠近的瞬间 仿佛超巨型猫科动物一般 猛然收缩比例 强行挤进了缝隙之后的梦境 轰然而过 只留下满地狼藉 可就在百忙之中 怀尸依旧从车窗中探出声 捞起地上 还没有反应过来的面具杀人狂 宛如垃圾分类一般 娴熟地塞进口袋里 最后向着床下呆滞的孩子挥手 小孩子睡觉前 不要看恐怖片 还有 小心尿床 那声音随着宛若燃烧一般的泥头车 一起远去 消失在门外 只留下呆滞的孩子 留在渐渐消散的梦境里 感受到 下半身湿漉漉的触感 仿佛有母亲的怒吼声传来 泥头车继续向前 狂暴地从一个个梦境中驰骋而过 锁定了那个不断跳跃和消失的背影 开足马力 然后 创 在早日转生的住院里 将吹敌人 碾过一个又一个的梦境 此刻的白银之海 最外围的散一层中 那无时不刻迅速生灭的泡沫间 梦境如同万花筒一般回旋 吹敌人在跳跃 绞尽脑汁的躲闪 用尽一切方法不设迷宫 可是那一辆该死的泥头车 却始终如同复古之躯那样 死死地粘在他身后 不断地试图贴贴 简直 阴魂不散 可什么时候轮到自己来说 别人阴魂不散了 这从来都是他的专利才对 自诞生以来 从未曾有过的 屈辱感令吹敌人陷入震怒 但却完全没有因此而扰乱思维 带来任何的混乱 反而让他越发地冷静 再一次地 开始偏移路线 喜欢泥头车是吧 那我就让你创得够 在那一瞬间 他猛然推开了一扇门 跳入了门后的黑暗中 倾听着背后的喇叭声渐进 抬起双手 合拢 在外来者的干涉之下 两条铁轨猛然交错在同一处 隧道两侧的黑暗尽头 钢铁的鸣叫声迅速高抗 耀眼的灯光亮起 当泥头车再度撞向吹敌人的瞬间 左右呼啸而至的地铁 便裹挟着飓风交错而来 在梦境中行人的尖叫之中 碰撞在一处 拖轨的车厢横扫 彼此碰撞 将整个月台都变成了一片废墟 破碎的泥头车 从正中断裂 歪曲 笼罩在扩散的火焰里 而吹敌人的身影 已经消失在人群的尽头 跳往了下一个陷阱 伴随着钢铁撕裂的声音 怀尸扯着欲经未定的司机 从燃烧的残骸中跳出来 在地上翻滚 回头看向才认识不久的同伴 老兄 你没事吧 我的车 我的车 司机如丧烤笔 呐喊 我的贷款还没还呢 你忘了 贷款是刚刚在梦里签的 怕啥 怀尸大手一挥 你赖了 难道还能有人找你要钱 对哦 司机瞬间松了口气 还能来一轮吗 怀尸跃跃欲试 咱们再去搞个巨人级战车来 那个可带劲 我跟你说 还有机枪和履带的 真的假的 司机瞬间一动 玄机挠了挠头 身影变得虚幻起来 不行不行 我听见闹钟了 得去接单了 去晚了 只剩下长途了 成 回头请你吃饭 怀尸不再犹豫 拍了拍他的肩膀道别 拔足飞奔 还回头向着他呐喊 吃饭熬 别忘了 打我号码 眼看着那个比划着电话首饰的年轻人 消失在楼梯尽头 司机忍不住挠了挠头 嗨然一笑 怪哦 做个梦竟然跟真的似的 但偶尔梦里飙个车 好像还挺开心的 怀尸 已经跳入了火焰中 浓烟滚滚的大楼里传来了哭声 伸手不见五指的浓烟中 就连闪烁的灯光都已经熄灭 只剩下了刺痛眼球的赤红弥漫 而在坍塌的裂系之后 他终于看到了吹敌人嘲弄的笑容 你来晚了 英雄 毫不顾忌 向着自己狂奔而来的钓律师 吹敌人转身 再次推开了坍塌之门 再然后 爆炸的气浪扩散 将怀尸掀起 坍塌的建筑埋葬了一切 当灰头土脸的怀尸 从破碎的门框中钻出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喧嚣的集市 一个个木盘中的香料堆积如山 五色缤纷 空气中阴晕着厚重的香气 玻璃垫中的工艺品 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披着长袍的客人们来来往往 汇聚成潮 从他身旁穿行而过 怀尸已经迷失了方向 再找不到吹敌人留下的气息 他去哪儿了 他回头 看向了身旁的香料摊位 摊位后的老者抽着水烟 一脸茫然 完全听不懂他的话 可在柜子顶上 老旧的黑白电视中 头戴着华丽金士的女主角 却从热烈的歌舞中回过头来 抛下了王侯们的热烈期盼 指向了怀尸身后 左手边 巷子里 第二个门友进路 五级神秘一笑 加油 傻仔 留别你的时间可不多了 好的 怀尸挥手 不假思索地穿过了街道 顺手骑上了停在水果滩前面的踏板车 油门凝死 冒着浓烟的踏板车 在狭窄的巷子里突突向前 可当他的身影 从举着大玻璃的工人们身旁 急驰而过的时候 镜中的投影 却浮现出了 那恐暴争鸣的模样 燃烧的骑士驾驭着铁马 自梦境的间隙一跃而过 撞破了眼前的玻璃 便闯入了另一片虚空之中 然后 从天而降 仿佛坠落的允星那样 砸向了刚刚才推门 而触得那张震惊面孔 怀尸你他妈 哼 巨响之中 暴雪的长桥之上 吹敌人未曾如同预料那样 狼狈地倒飞而出 只是诡异地滑行而出 令怀尸的眉头皱起 短短的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对方的强度 竟然提升了 瞧啊 怀尸 你杀不死我 吹敌人细血一笑 何必总是这么执着于 毫无意义的事情啊 去你娘的意义 苦痛之锤毫不留情地砸落 向着他的脑门 像你这种狗东西死绝了 其他人的人生 才能有意义 在巨响之中 吹敌人的身躯坍塌成泥 分崩离析 可破碎的脸上 却浮现出诡异的笑容 好啊 我给你机会 但愿 你不要后悔 那一瞬间 自然的屈窍束缚之中 无以计数地恶意紧喷而出 深渊的腐败之毒扩散 瞬间将梦境连同梦境的主人 一起拉入凝固的地狱 而那一片蠕动的黑暗 已经化为狂潮 将怀尸瞬间吞没 可在黑潮中 却有金属的燕光迸发 从正中撕裂 无穷谎言无法动摇 和侵蚀那燃烧的灵魂 反而被他所撕裂 而就在吹敌人的大哮声中 奔流的黑暗卷着怀尸 撞碎了崩溃的梦境 向着更深处的黑暗坠落 在这里 再没有梦境的存在了 在黑潮的奔流之下 一出层的最后界限被跨越 在纠缠和斗争之中 他们已经顺着再生计划的流程 坠入了沙河的核心里 运算层 当无穷流光变换着生气 一道呼啸而过的流光里 都带着足以在瞬间 将它们蒸发的恐怖高温 宏伟的运算在 原汁之海中 以实体的方式展开 每时每刻 都有仿佛世界运转的 轰鸣声扩散 就好像坠入到了 庞大到没有边际的机器之中 无数涌动的思潮 被赋予了实质 化为了此起彼伏的山巒 而他们 只是不属于这里的两立尘埃 不必再束手束脚 怀尸 涌动的会安汇聚时 吹敌人的面孔再度浮现 环顾四周 看啊 我们已经来到了 再生计划的尽头 这里就是白银之海的入口 如等所造的灵魂聚合体 就在此处 降下权威 伴随着那沙哑的话语 那曾几何时如此遥远的 潮声再度泛起 却已经近在咫尺 透过无数运算所形成的流光 他们能够看到 那一片瑰丽而耀眼的海洋 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吹敌人终于来到了这里 用了预想之中 十倍以上的功夫 不过好在 必要的素材已经收集完毕 此刻 他的手中 已经多出了几个色彩不一的斑斓绳结 仿佛寂静了人世的巧思和无数色彩 编织成了一个个 承载着历史和往事的结 不知从梦境中寻觅采摘 以精心编织 可是那千头万绪的乱麻 以巧思所交织而成的 却是无法解开的死结 斑斓的色彩汇聚一处时 就形成了令人作呕的混沌 只是看一眼 便让人头晕目眩 而就在那一瞬间 吹敌人手中的一枚球形的绳结 已经向着槐狮抛出 迅速地膨胀 裂解 化为了滔天的洪流 无穷的海水如同铁壁一般 拔地而起 翻卷着 向着槐狮浩荡推进 弹指间 将它吞没 紧接着 海水里 一个个黑影浮现 就仿佛猙獰的恶鬼一样 死死地拉扯着槐狮 将它拖进了窒息的深渊中 不容解脱 明明只是虚幻的回忆 此刻却化为了真实不虚的苦痛 源源不断地灌入槐狮的肺腑中 可更令它吃惊的 是那一张张绝望的面孔 或老或少 各有不同 可是空洞的眼眸之中 却再无任何的神采 16年前 天竺 伯加帕尔 连续半个月的强降雨 导致水位攀升 官员们骄傲地拒绝了天文会的避险通知 声称 耗资数十亿水坝 足以抵御所有的灾害 让所有平民不必害怕 安心待在家中 可他们寄予厚望的水坝 从一开始 就不过是伪劣产品 甚至没有支撑到第二天 结果导致伯加帕尔彻底从地图上消失 超过七万人溺死 或者丧命在瘟疫之中 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而在水坝决堤之前 达官贵人们乘坐的转机 就已经离开了那一座城市 去往了夏威夷度假 在刻意的掩盖和封锁之下 死去的七万人和活着的 几十万被彻底遗忘 在无人听闻 吹敌人大笑声从怀尸的耳边响起 这一份被遗忘的苦难 感觉如何呢 陷进英雄阁下 伴随着他的话语 他指尖所垂落的绳节 缓缓地蠕动 恶意的记录中的一个又一个的灾难 渐渐苏醒 从现在开始 尽情体会吧 怀尸 吹敌人嘲弄得轻叹 如等引以为傲的人士 所造下的无穷恶业 第1480章 信条 浊流奔涌 哀嚎如潮 席卷的潮水吞没怀尸 化为了窒息的漩涡 此刻 当吹敌人终于展示出了自己的作品 怀尸已经被数不清的憎恨和执念拉扯着 落入漆黑的深渊里 在这一片不存在物质的世界之中 每一缕死者所留下的遗恨 苦痛和绝望都如同刀锋 贯穿灵魂 像是怀尸利用自我的意志 对吹敌人所形成的创伤那样 以彼之道 还施彼身 正如同吹敌人所说的一般 他是如此地钟爱着秩序 因为在绝大多数的时候 规则都永远站在 不在乎规则的人这一边 这一份从虚无和混沌中所形成的心智 本就是激变的地狱秩序之化身 在陷阱之中 简直如鱼得水 从诞生到现在 短短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他就已经通过感知和计算 掌握了混沌运算的规则 哪怕是因为怀尸这样的意外 导致他中从再生计划的程序中脱离 但依旧从无穷的梦中 寻觅通往运算层的道路 甚至在怀尸的追杀之中 搜集到了不知多少噩梦的回忆 无数由秩序而诞生的矛盾 阴生便于渴望而诞生的悲剧 如是耐心的灵血 神思酝酿 巧手编织 巧然等待着反击的时机 现在 就在这个距离白银之海的核心最接近的地方 他已经凭借自己人类毁灭局局长的虚拟身份 获得了足以撬动天平的杠杆 现在 当白银之海的威权降下 在这一片虚拟而出的运算层里 噩梦中的回忆 从需幻化为了实质 黑暗的历史 便以毁灭的方式进行重演 现在 结束的时候要到了 从一开始 自己就立于不败之地 这样的想法 吹敌人根本一刻都没有过 他对胜利 从未曾有过任何超出限度以上的渴望 所期盼的 也从来不是这样的东西 只不过 在短暂的寂静中 吹敌人的笑容微微变化 俯瞰着那渐渐撕裂的漩涡 看着那燃烧的 魂灵迈过了无以计数的死亡和折磨 向着自己一幕幕走出的样子 这可真是 夸张啊 哄 怎么了 又是一副见到鬼的样子 怀尸抬起头 看着他 满怀着鄙夷 虚数空间的量子之海里 竟然没有藏着美少女 实在是 让人失望 七万人的痛苦和憎恨 杀不死他 数十万流浪者的彷徨和绝望 也无法将他拖入深渊 那样燃烧的耀眼灰光 甚至未曾有过分毫的衰减和暗淡 反而越发地暴虐 随着剑人 突进 碾碎了残留的波澜 向前 冰冷的铁光 照亮了吹敌人的眼瞳 还有他的笑容 合拢的双手 猛然展开 扭曲的漆黑肢体 从膨胀的绳结之中延伸而出 骤然膨胀 一张张焦黑腐烂的面孔 从畸变的怪物身上长出 而血染的长矛和弯刀 已经随着肢体的蠕动 向着槐尸飞扑而出 毫不在乎贯穿去窍的贱人 仿佛由焦尸和残骸堆砌 缝合而成的巨怪张口 发出悲弃的咆哮 咆哮声凝结成石质 在极尽的空隙中爆发 又被更加狂暴的巨响所盖过 瞬间 灰飞烟灭 可那些飞扬的骨灰中 却有更多的面孔 和畸变肢体重生 七年前 非洲 东邦区域 占据了所属人群70%的瓦库族 因不满于自身的待遇 对仅仅只有16万人 却掌握了绝大部分财富的波族 进行了屠杀 在短短两天之内 在统侠局和埃及达成共事之前 已经有超过13万人 被瓦库族杀死 其中包括老人 妇女和小孩 枪杀 割喉 包皮 焚烧 柔令 具有1200年历史的波族 彻底地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之上 一直到今天 东邦的荒原之中 依旧存留着一具具无名的尸骨 可这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例 四年前 12年前 40年前 91年前 在美洲 在澳洲 在中东 还有更多的死亡 更多的屠杀 无关自由或是正义 无关未来和明天 也无关道德和灵魂 如同野兽一样 在利益或是增悟的引导之下 那些令人发指的恶行 凝聚成了实体 带着刺鼻的腐烂气息和血腥味 张开手臂 想要拥抱眼前的敌人 啃食他的血肉 诅咒他的意志 焚烧他的灵魂 而在那之前 陷阱的英雄 便率先降下了毁灭 毫无犹豫 毫无动摇 甚至不曾缓慢一分 暴虐的光焰 收束于剑刃之上 随着脚步的推进 纵横披斩 撕裂了焦烂的肢体 和腐烂的头颅 然后 将一切焚烧殆尽 扩散的烈火中 一张张面孔绝望思鸣 又被怀食面无表情地踏碎 哈哈 我太喜欢你了 怀食 你总能给我带来意外惊喜 吹敌人失声大笑 鼓掌赞叹 你完全没有适者的苦痛 而动摇吗 怀食 那一瞬间 他终于从耀眼的烈日中 窥见其残酷的本质 对于呼唤者毫不吝惜地伸出援手 对待无法获得救赎的苦痛者 便会毫不留情地降下毁灭 给予静谜的终结 悲悯和残忍 自始至终都是源自同一个东西 哎呀 自始至终 它都只是在随着自己的心意 为所欲为而已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如此奇妙的人存在 如坐针毡 当那宛如恒星回旋一般的恐怖压迫力 渐渐靠近的时候 吹敌人几乎兴奋到战里 面色战红 而所有体会到的一切 那些耻辱 愤怒和震惊 都如同宛如撒在 冰淇淋甜品质上的胡椒粉一般 在甜美中带来绝妙的刺激 有这样的人作为对手 简直是一种享受 甚至 有那么一瞬间 他险些将眼前的对手 和那一片期盼了许久的伟大黑暗所重叠 所以我才如此地热爱你们啊 陷阱之人啊 吹敌人大笑着 抛出了青色的绳结 曾经肆虐了半个世界的人工病毒 紧喷而出 粘稠的农业漫卷 收缩 在彼此之间隔开了遥远的鸿沟 可死亡和绝望所构成的鸿沟 在瞬间被跨远 毒海撕裂 裂光的奔流里 悲悯之枪突刺而来 可当吹敌人再度抛出了绳结 就有一个浑身肥肉的魁梧人影 阻拦在怀师的面前 男女莫变的面孔之上 一双细长的眼睛里 闪烁着冷酷又苛刻的光芒 猛然伸手 试图握紧枪锋 可紧接着 长枪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柄砸下的铁锤 毫不留情地爆发 令那一张面孔瞬间扭曲 塌陷 哪来的二姨子 滚 愤怒的咆哮声响起 高亢又尖锐 那一张满脸横肉的面孔猛然复原 你胆敢假定我的性别 黑影扑面来 陡然之间 怀师的驰骋 竟然在那一圈的前方戛然而止 扭曲的伦理和重物而成的拳头 击溃了苦痛和悲悯 凌驾于美德之上 而穿刺的风声从脑后响起 膨胀的绳结中 有浑身赤裸 宛如原始人一般的枯瘦男人浮现 一柄锋锐的时髦刺出 满怀着怨毒 食肉者 污染者 我已经看到你的原罪 宛若看见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一般 癫狂的原始人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哭泣的自然 流淌的污水 被屠杀的生灵 被破坏的环境 你 血债累累 当怀师想要转换方向时 便感觉脚下忽然一沉 一张张吃笑的面孔 从隐约中浮现 死死地抱着他的大腿 寄托以愚信和盲从 呼喊着教主的名讳 再然后 随着吹敌人的动作 万军之众凭空降下 美洲以所谓的金融为秩序 向全世界所施加的镣铐 紧接着 是埃及在澳洲 在南北极的荼毒 被焚烧殆尽的焦土中 喷发出狂暴的热量 罗马的三度 举世征伐和高昂道 足以令龙奴绝望一生的睡腹 殖民背后的血和骨 乃至 在围攻之中 冷漠的声音 滚 在短短的弹指之间 吃肥的女人手臂破碎 随着怀师的铁拳推进 五指 拳头 手臂 尽数碾压成泥 再然后 宛如铁钳那样 握着他的面孔 向着身后砸出 而原始人 早已经在横扫的怨增之下腰斩 断成了两劫 逆着盒子猎 便所造成的烈火 怀师向前 扯着凡夫的鱼杏 砸碎了身上的枷锁 将战争的幻影击溃 血和火在他的面前开辟 他执着地向前 带着那些贯穿在身上的武器 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对手 怎么了 怎么了 怀师 吹敌人好奇地探手 凝视着那一张默然面孔 为何露出如此狼狈的样子 如此失落的神情 是以往最惯用的把戏不灵了吗 他停顿了一下 恶意满意而出 还是说 你在盼望着什么到来 你在期盼着什么 从天降的英雄吗 还是说 那些逝去的魂灵 那些被如等秩序 所荼毒的受害者们 降下谅解 怀师不知道 当吹敌人一呼百应的时候 他所感受到的 只有孤独 往昔呼唤着自己的一切 不知何时 已经消失 在这海量的苦痛 和灾难之中沉默 可当他每一次抬头 望向头顶那一片璀璨之海时 所得到的只有失落 李响国不在这里 他们去哪儿了 可是 他们不论去往何处 都没有关系 他们在看着我呢 吹敌人 怀师抬起手 失去了脸上的血 向着眼前的敌人 举起武器 来啊 李响国就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还未曾死去 那一瞬间 呆之中 吹敌人的眼眶 渐渐通红 几乎感动得快要 泪流满面 那样的眼神 对 就是这样 没错 他握紧拳头 为眼前的对手献上赞叹 不要害怕 怀师 孤独的人 永远无所畏惧 如今的你 才是最完美的你 即便是以同样的秩序束缚 以严苛的条例教导 可当人类选择与他人为伴的瞬间 便已经 身处于地狱之中 不论幻觉再如何的甘美 一切祈求和渴望 最终所得到的 只有背叛和憎恨 毁灭要素大笑着 欢心鼓掌 如今的你 你正是从名为秩序的地狱中 所超脱升华的超人 回应他的 是来自钢铁的冷漠地狱 放你妈的狗屁 在雷鸣声中 恒星一样的光焰 同吹敌人所化的阴霾对撞在一起 扩散的波澜之中 他们彼此碰撞 游走 冲击 掀起原置的潮汐 可在陡然之间 在吹敌人的笑声中 他们又穿过了突如其来的裂隙 坠入了荒芜的黑暗里 仿佛落入地狱中的星辰一样 辉煌宏伟的一切消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荒芜和死亡的世界 崩裂的大地之上 熔岩早已经干涸 苍白的骸骨枕剑 堆砌成山 当战争和战争结束 一切都归于死寂 但那一切 又迅速如同泡影一般 被撕裂 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冷酷又平坦的钢铁大地 宇宙之中的星辰熄灭 大地之上荒芜人烟 除了遍布尘埃的建筑 再无任何的人际 滚开 怀尸的剑刃斩落 突破了那些幻想 向着吹敌人斩下 可在大笑声中 他们眼前的世界又再一次变化 破碎的营养舱内 所有的液体已经从裂口中蒸发 只剩下了暗淡的红灯闪烁 干瘪的尸骸腐烂在舱里 而一座座营养舱 如同墓碑一样 延伸到了世界的尽头 再紧接着 当怀尸回头 便看到了 世界再一次的变换 虔诚的赞颂和狂热的呐喊声 扑面而来 庞大的广场之上 无数勾搂哭售的人影叩拜在地上 狂热的赞叹 膜拜 向着那广场之上 一座座直冲云霄的圣像 齐天大圣 玄鸟 羽蛇 活圣人 朱毕特 乃至最前面的 最为宏伟的那一座 全能之太医 威严肃冷的雕像冷漠俯瞰 仿佛凝视着那一张 和自己如出一辙的面孔 那是怀尸自己 失去了左臂的吹敌人毫无痛苦 洋溢着喜悦 向着他展示 看啊 你如同神明一般 受人敬仰 你以为这些东西 就能让我动摇 怀尸亮枪向前 还是说 你以为靠着这些 就能让自己的生命 再延续那么几秒 可这并不是我的杰作啊 怀尸 吹敌人的神情越发细血 那一张燃血的面孔如此愉快 在剑刃之下 如同阴魂一般躲闪 大笑 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这里是白银之海的垃圾桶 再生计划的分歧层 这里 就是混沌运算 采纳你们人类的主张和欲求 所创建出的陷阱虚拟机 那一瞬间 冰冷的触感 贯穿了怀尸的心脏 吹敌人咧嘴 无声大笑 握着为现在这一刻而准备的匕首 看向着那一张近在咫尺的面孔 告诉他 这便是被你们所创作 所扼杀的未来 从再生计划开始 不 从再生计划开始之前 混沌运算便早已经开始运行 采纳一切思潮 权衡所有的主张 结合了整个人质的灵魂之海 在思考 在推演 在创造 创造人类的世界 同时 又舍弃数量亿万倍于其上的地狱 在一瞬千年的推演中 每时每刻 每分每秒 都有海量的可能和分歧 而每一条路所通往的 都是绝路和深渊 在数百年来的时光中 历届在生计划中所舍弃的主张 那些绝望的废岸 那些通向毁灭的道路 尽数堆积在此地 人类所渴望所创造的地狱 被人类所掩埋在这一片黑暗之中 无人问津 此刻 当吹敌人屹立在这一片 无数地狱所形成的地狱中 抬眸所眺望 看到的 便只有无可逃避的毁灭 看到了吗 怀师 自始至终 你们所创造的 都只有地狱 他垂眸 俯瞰着眼前的敌人 嘲弄轻叹 所谓的再生计划 只不过是绞尽脑汁 从那么多的地狱中 选出一个不那么糟糕的地狱而已 亦或者 他咧嘴 再忍不住恶意的笑容 你们只是假装 不曾活在地狱里而已 就好像 灵魂被开了一个洞 以血脉的傲慢为核心 铸就了鄙夷之刃 赋予蹂躏和掠夺之毒 来自吹敌人的杰作 在最恰当的时候 送入了敌人的胸膛之中 可他的动作不曾停滞 紧接着 是突破了道德和律法的束缚 那些对待他人 毫无来由的恶意 再然后 是麻木于现实之后 对一切哀鸣 都理所当然的漠视 乃至践踏着同类 追逐利益 将曾经的牺牲 尽数泡在脑后的遗忘 为了自己 不惜破坏他人 为了迎头小力 不惜疑惑无穷 为了野心和权力 不惜率受识人 那些从人世之中 所萃取出的恶意 可以称之为原罪的东西 化为了匕首 贯穿了怀尸的灵魂 将一点点地 定进这一片地狱之中 令燃烧的光芒熄灭 那些武器无法杀死他 他将自己再度重铸 凝结成钢铁 而吹敌人 只是冷漠地松开了手 就在这里说再见吧 怀尸 他俯瞰着那些逝去的一切 后退了一步 淡然道别 这一片求所追逐之后 所创造的绝望之土 这便是 与你相称的葬身之地 不必再浪费时间 去亲自费尽心机 去砸碎这一块碗铁 去用自我的意识 一点点磨灭怀尸的灵魂 这里就是他为怀尸 精心挑选的目的 时光会毁灭一切 在超越时光的白银之海中 一瞬间可以变成永恒 同样 永恒也不过是一瞬 就在这依旧运行的废弃层里 推演还未曾继续 离开这里之后 只要一秒钟 那数十万年的时光 就会将它彻底蒸发 它将无声消散 如同一名理想国的成员一样 永恒地融入这一片 铸就残忍现实的废墟之中 就这样 伴随着冷漠的道别 门飞在吹敌人身后 悄无声息地关闭 只留下永恒的寂静 还有地狱中 已经毫无意义的时光 只是一瞬间 一切都已经结束 永恒已经无声流过 此刻 红伟道看不到边际的验算层中 人知的圣殿之下 满怀着欢欣的大笑声响起 伴随着那澎湃的潮声 无形的阶梯拔地而起 名为混乱的长路与此展开 自无数主张的矛盾 和预演的灾害之中 节节延伸 通向了再生计划的尽头 那一扇隔绝着 它和永恒人知的大门 此时此刻 吹敌人哼唱着地狱中的歌谣 踏上了这一条 波散灭亡的道路 一步又一步 直到身后 有门飞开启的声音响起 它的脚步停顿在半空中之中 不曾回头 不愿意再去看那一张 令人作呕的面孔 只是看着前方 隐藏着薄雾之下的面容和神情 就仿佛要将一切争鸣 和怒火吞进 则 怀尸 就在他身后那一扇破碎的大门里 从往昔的残骸里 爬出的亡魂 伸出了手 永恒的地狱 在那一片永恒的黑暗里 究竟渡过了多久呢 怀尸已经忘记 一百年 两百年 亦或者是 一千年 一万年 在冻结的沉睡之中 就连钢铁都为之锈石 风化 渐渐消散 可在朦胧和煎熬中 他却听见了挖掘的声音 好像土石翻卷的细碎声响 以及沙哑的声音 在呼唤他的名字 怀尸 有人在重复着他的名字 怀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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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喋喋不休 他说 怀尸 倾尽全力地 用朽坏的肺腑 和被撕裂的肺腑 呐喊 呼唤他的名字 就像是过去的所有人一样 让破碎的钢铁面孔 微微颤动了一瞬 感受到那些 定进自己灵魂中的匕首 消失无踪 或许是已经被拔出 亦或者 是在漫长的时光中 也随之分化 消散 所存留的 只有支离破碎的自己 还有 永恒不变的地狱 仿佛有雨水落在了他的脸上 但却毫无踪迹 然后 他终于看到了 眼前那一张衰老干枯的面孔 徒流行骸 仿佛枯骨一般的轮廓 怀尸 怀尸 那一双漆黑的眼眶里 空空荡荡 灵魂的火花在艰难地跳动着 仿佛风中残烛 看着他 雨无伦次 我终于 我终于 找到你了 哪怕是在近乎永恒的消磨中 一切都分崩离析 可在那一张干瘪又破碎的面孔之上 怀尸 却分辨出了 某种分明的喜悦和解脱 他看着怀尸的面孔 一遍遍雨无伦次的重复 终于 找到你了 就仿佛喜极而泣 可是干枯的灵魂中 却再无眼泪 除此之外 忘记了所有的话语 在漫长又漫长的寻觅中 他早已经忘记了自己 忘记了自己的目的 甚至忘记了自己 为何不能放弃 可唯一没有忘记的 是这个无数次重复中 已经快要代替自我的名字 这个 这个 要给你 一定要给你 他小心翼翼地 捧起了怀中的残破的掌机 从插槽里 拔出了一枚 遍布袖尸痕迹的芯片 凑到了濒临破灭的灵魂之前 铁片上 一滴白银之海的雨露落下 落入了怀尸的灵魂中去 令他睁开了眼睛 茫然地凝视着这个世界 感受到痛楚 和近在咫尺的死亡 可在那一张 铭刻着 统辖局标志的铁片之上 来自再生计划的权限降下 融入了他的灵魂里 重新 修补一切 赋予了生命和呼吸 也终于让怀尸 回忆起了他的名字 马克·西姆 怀尸看着眼前的行尸走肉 看着那奄奄一息的灵魂火焰 好像听到了他的声音 微微地跳动了一下 又跳动了一下 就仿佛 逝去的魂灵 再一次归来了 回到了空空荡荡的渠窍里 令干枯的面孔之上 浮现熟悉的痕迹 原来 他是叫做马克·西姆 对的 我是马克·西姆 那个男人呆滞的地狱 找了你好久 怀尸 在哪里都找不到你 我有东西一定要给你 我都忘记了 我还忘记跟艾米丽说对不起 可是 艾米丽是谁 我想不起 我都忘了 全都忘了 太久了 都太久了 太多的东西 都已经消磨在这 近乎永恒的时光里 有一部分的他 或许还活着 可更多的那一部分 早已经死了 生命 灵魂 自我 他已经快要全部失去 只剩下一具残破的空壳 这真的值得吗 马克·西姆 怀尸低头 看着他递给自己的铁片 不知究竟应该感激还是悲悯 为了一个几乎不存在的可能 牺牲所有 马克·西姆正正地看着他 好像听不懂他的话 残破的魂灵中 流出最后的困惑 为什么不值得 怀尸握紧了他 递给自己的铁片 闭上了眼睛 寂静里 有细碎的声音响起 来自残破的灵魂中 就在马克·西姆的灵魂里 那一块从剥落的裂片之后 所露出的原汁结晶 在不知道多久之前 他切裂了自己的灵魂 存留下了来自过去的记录 以期待有朝一日 这一份记录 能够去到他应该去到的地方 我再次向决策室进行最后的报告 再生计划所产生的意外 我必须承担最主要的责任 并因此 根据自我的判断 而进行最后的补救行动 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 接下来 我会往废弃层里去 如果有人能够找到这一块原汁记录的话 就说明 我可能已经死了 那么 这很有可能是我的遗书 在结晶的投影之中 大量的杂波和破损的半点出现 令那一张面孔变得模糊不清 无法分辨 好像随处可见 可即便是灵魂的状态 它依旧保持着统辖局的制服 端坐的时候 神情严肃 一丝不苟 断断续续的话语声响起 在很小的时候 我好像 很沉迷游戏 废寝忘食 即便玩得不好 我可以拯救世界 斩妖除魔 无所不能 可直到成年之后 我才发现 有些人能够成为英雄和勇者 而有些人 只能成为铁匠和货狼 哪怕已经拼尽全力 投影中的男人微微耸肩 仿佛自嘲 可这个世界 并非只对勇者有意义 对不对 铁匠和货狼 也会有自己所珍视的东西 所以 即便是付出全部都没有关系 我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哪怕只是一步 哪怕只是一点 哪怕是毫无意义 也没有关系 我深知自身能力的极限 很有可能一事无成 但一定还会有其他人同我一起 比我更强的人 各位同仁 我明白 如今陷阱的危机 和自身的无力 可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正是由无数人 以毫无意义的牺牲 毫无意义的挣扎 和毫无意义的努力 所用尽全力的拼凑而成 缺一不可 我们从地狱里爬出 奋尽全力的向上爬行 试图撑起一切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成功几率 也无所谓 我们都是祭品 但我们心甘情愿 我们牺牲一切 不是为了太过遥远和虚无的未来 而是为了能够成就更好的现在 或许 这就是统侠局存在的意义 以上 这里是统侠局决策室办公厅助理主任 马克希姆 在闪烁的投影 那个男人郑重的汉手 望向了遥远时光之后的另一边 恳请道 请代我向我的女儿艾米丽道歉 愿她能够原谅我 也愿我能够履行最后的职责 将这一份力量 交托到真正有资格使用她的人手中 在渐渐熄灭的光中 那些渐渐飘忽的声音里 有最后的道别传来 大家 再见 啪 原至结晶之上 浮现裂痕 当使命完成的瞬间 便无声消散 寂静里 只有怀世伸手 试图挽留那些飞散的流光 直到许久之后 轻声嘀喃 再见 马克希姆 而就在她身旁 那一具空洞的灵魂 仿佛也听见了她的话语 露出了笑容 有崩裂的声音响起 你该走了 怀世 他说 你还有你的路 嗯 怀世闭上了眼睛 咬牙 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撑起身体 最后回头 看了她一眼 看着她脸上的笑容 踉呛地后退了几步 怀世转身离去 当来自办公厅的权限 再度被激活时 便有光芒之门从天而降 贯穿了寂静的地狱 带来了抗争的浩荡回音 在推开门的瞬间 她听见了背后的声音 能赢吗 怀世 怀世的脚步停顿一瞬 用尽全力地点头 一定 于是 马克希姆再没有说话 只是满足微笑着 望着她的身影 消失在光里 借镜里 地狱坍塌的轰鸣声 从远方响起 撼动整个世界 一切好像在动荡中 彻底破碎 可在废墟中 马克希姆却一动不动 只是握着那一台残破的掌机 一遍遍地哼唱着熟悉的游戏音乐 那些单调的旋律 便由衷地快乐起来 就好像又一次变成了英雄那样 小小俑者拔出长剑 再度踏上征程 去往魔王的城堡 寻找伙伴 魔力等级 和邪恶对战 真没好啊 马克希姆 满足地闭上了眼睛 坠入了更深的黑暗里 这一次 我能赢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